You're a rich girl And you're going to Cause you know it don't matter anyway You can rely on the old man's money You can rely on the old man's money It's a bitch girl But it don't do It's time for coffee talk, y'all 大家我们要聊的 是球鞋 球鞋文化 球鞋市场 它的商机 还有球鞋市场 带来的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危机 我相信有在留意社交媒体里面 一定会开始留意到 球鞋这个行业好像很好赚 很多人开始投入这个行业炒鞋 炒鞋充其量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黄牛 你们大家应该看到很多都市传说 在网上都可以Google到 可能90后00后 一年炒鞋炒出了500多万 生活很奢侈 很奢华 炒鞋真的那么好赚吗 你大概就会开始想 你也可以成为另一个sticker don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好像你们现在所有人都觉得当YouTuber 是很风光很好赚 是一个快速致富的一个方法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主要是因为企业把IP打造得很好 那所谓的IP是什么呢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折射的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 还有哲学层面的含义 它最终的目的是要跟人们产生文化 还有情感上的一个共鸣 那所谓的共鸣是什么呢 想要了解什么是IP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可口可乐经典的广告里面看得到 在这个广告里面 你可以看到所有人都非常的不开心 出于绝望和伤心的一个状态 但是可乐的出现呢 就瞬间的改变了他们当下的情绪 没错 这就是可口可乐它一直以来在努力创造的一个IP 就是可乐让你得到快乐 幸福和希望 其实我们从过去的可口可乐广告里面就可以发现到 可乐其实没有在宣传它的口感有多好 它多么的好喝 它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你觉得 可乐让你可以真正得到快乐 反正跟Nike 它的IP就是 Just Do It 所以当时他们找Michael Jordan做他们的代言人 是非常聪明和正确的一个决定 因为这也正是Jordan给予粉丝的一个信仰 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同时Jordan也自称自己为Black Jesus 这也造就了Air Jordan今后在球鞋界的一个地位 所以这就是IP的威力 企业要把IP达到很成功 要给人家相信球鞋会让你得到一些很厉害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Case上面呢 就是所谓的优越感 就是所谓我们现在只能听到的Pluck 哇 你有Pluck 哇 我有Pluck啊 有Pluck的人就是一个很值得被尊敬的人 比方说很年轻的草鞋王帝 Sneaker Don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例子 它让人家看到哇 原来可以年轻有为 而且它还会得到很多社会的地位 很多明星名人都跟它买鞋 而且它有的鞋哦 真的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它被邀请上节目 它还可以很大方送给这些名人 跟他们做好朋友 开始每个人就会开始相信 哦 原来球鞋它真的可以让你成功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太过沉迷就是Soft Plug 所以双鞋的价值到底是要怎么去衡量呢 鞋子的价值来自于三个部分 一是它的科技 第二是它的材质 第三就是它所谓的背后的故事还有文化 所以到底要怎样把一个170美金的鞋子 炒到去1700 讲到这边其实年间的懂哦 哦 要把一个鞋子卖得很贵的话 当然是要给它非常的罕见 非常的稀有 呃 物以稀为贵嘛 没有错 这是所谓的这个饥饿营销 饥饿营销就是IP的这整个 Campaign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只是单单的限量呢 是不值钱的 你这个限量的背后哦 你一定要需要有一个信仰 那么这个信仰就是来自于名人的联名 要用名人有的一个效应去推动这整个东西 把流量带给品牌 然后品牌再把这个流量变现 那么这个变现不单单只是金钱上的一个东西 反而是把它变现成另一种情感 让它去追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所谓的信仰呢 就是文化 这个球鞋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球鞋文化不是要知道 Michael Jordan 在第几年打哪一场比赛 把篮球矿打爆了 反而我觉得球鞋的文化来自于一个社会的movement 我觉得时尚哦 除了让你整个人好看之外 就是参与社会的一个运动 一个革命 如果大家回到历史上去看的话 很多fashion的movement 是成功推动了一个潮流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鞋子很稀有了 有了一个名人效应 然后大家有去追捧的一个理由之后 这样这个球鞋就会在市场上 变得很抢手 因为有了一个demand嘛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黄牛就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所以就开始有潮鞋的情况 那大家如果看球鞋圈的一些消息 就知道整个球鞋市场就占了 在fashion领域里面的多少percent的一个总profit 所以因为它的profit非常的大 那么在这边就吸引了很多资本 去加入这整个战场 从最原始的买到鞋 在高价转走卖出去的这个情况 已经开始演变成现在 卖early link 卖排队的位置 去排队啊 等等等等的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阶级 可以让你去炒一双鞋子 自从资本加入了战局过后 整个市场上就多了很多炒鞋的平台 那么从一开始的 很实际炒这个physical的鞋的情况 已经演化到大家炒鞋的虚拟价值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跟炒bitcoin是同一个道理的 他跟你说这个地方 哦我有100双鞋 每一双鞋的股价是多少钱 但是你不知道的东西是 实际上他们是不是真的是 持有这100双鞋 这也意味着哦 这个收购的装家 他随时可以卷钱讨人 因为你抓不到他 你们只是在炒着数据上的一个价值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在我做今天这一集Coffee Talk之前 我在网上无意中给我找到一个中国的创作者 做了一集讲求关于球鞋市场欺诈案件的一个影片 他其实分析到非常的详细 整个影片差不多20多分钟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Description box看 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在Description这边 这样如果你正在加入这个炒鞋的行列 你可以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去炒鞋 因为他们讲什么 善得三多中欲虎 就不一定是你被人家骗 被人家抓也是一个东西 就好像球鞋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欺诈案件 是来自一个90后的炒鞋王 他叫做刘饼干 那么一开始他就炒鞋的时候 炒得非常的成功 赚了非常非常狠 27多钱 结果到后面他发现到 他明明一开始跟这个收购的plug很好的 大家说我现在出paranoise 我可以以每一双1000块卖给你 可是后来发现到 这个鞋在出来之前是一个价钱 出来之后又是另一个价钱 他们跟他们很好的这些plug 也翻脸不认人讲 一开始跟你讲的1000不算了 现在你要用1800块来买我的鞋 可是他在跟这个plug谈好的当时 他已经放盘出去 去接收end user 的这个钱 比方说我现在是卖这2000块的 我们已经给这2000块去book这个球鞋 可是他们的plug 已经把它起价到2000块了 其实他没有赚钱的 他甚至是亏钱 但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答应了别人 他就硬硬要把这个鞋买过来 久而久之演变的画面就是 他猜东墙 补西墙 所以最后这位流饼干就被警察抓了 然后抓了过后整个案件才爆发出来 看回去这整个炒鞋的局面 谁是真正的大赢家 我觉得真正的大赢家是莆田鞋 也就是所谓的高方 这里面有点好奇的 这样品牌方到底赚什么呢 就打个比方现在的G-Dragon Paranoi 那一定是花了天价跟G-Dragon去合作 虽然我们不知道市场上会有多少对象的鞋 但我相信这个鞋的数量 未必可以cover到G-Dragon的代言费 这到底品牌要赚什么 但基本上我们一定会想 如果这个鞋很出名 它是爆款的话 像品牌方当然是出的越多越好 因为他们有很多代理 每个代理家买多一点 这样数量越多也等于profit越高 这样这个想法是错的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 真正一个东西要人家去追 你就是要有钱都买不到 其实品牌方要的东西 未必是在于这双鞋为它带来多少 它要的是那个股牌效应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每次他们跟那些明星联名了一个鞋子过会 它总会出一个低价版的 甚至是别的系列 有同样的配色 或者有同样的元素 等等等等 去吸引别人去买 那一个品牌不可能有很多的爆款的 一个爆款是要经过天师地人和 然后在一些跟文化的冲击 一个碰撞才会产生一个 那个年代的爆款 所以他们必须要先知道这个demand 然后他们supply with其他的款式 做这个动作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把 整个市场的用户量提升 因为这个就要牵扯到他们的公司的股价 等等等等 那么其实我做今天这一集呢 不是要去批评任何一方 或者是质疑你的hustle 我知道你有吵鞋语 It's my hustle It's okay I mean I respect your hustle 我对你使律 反正重点是你要hustle也要hustle smart 不要被人家做一单嘛 就是 然后就可能一事足成千古恨 永远都翻不了身 我觉得聪明的人不会去炒鞋的 因为这市场太混乱了 这样子我们前面提到的 诶 IP真正的威力是在什么呢 品牌把这个球鞋IP打造得很成功了过后 就证明在整个球鞋 运动 音乐 艺术的这个市场 有很大的商机潜在 那么你为什么要死死去炒鞋呢 就比方说 如果你知道在Theraz这一代 卖Bakute是很赚钱的 因为有一个Bakute很成功做了起来 难道你就要跑去学Bakute 学了过后来开一个档头 跟它抗衡吗 这样不是很不划算 大家的这个competitive level不一样 你一定会处于劣势的 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去 优化这整个过程呢 很简单 卖油条 卖水 或者是甚至 可以卖一些甜品 这样不是可以的 这样大家就互赢互利 Win-Win situation 你又不用争破头 所以换到回来 Theraz这个行业 为什么现在很多 Sneaker Customization 等等的 诶 这些人就是聪明 Hustle Smart 那么到最后呢 我想讲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一集 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一双 然后我在JD看到 我就很兴奋的在IG上面分享 跟各位小朋友讲 想要买这双鞋的 现在终于可以买了 结果就迎来了一个 酸明的留言说 哇 只是AJ Meat 了吗 高潮什么 其实这句话 很多说过Sneakerhead会讲的 他们觉得 AJ Meat 不值钱 你买来这么 不会买的 你纯的 要买就买AJ High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这种时尚的东西 不要理市场怎么吵 买鞋要买新头号 像我这种无辞四寸般的人 我都已经够矮了 我还要买一个高筒的鞋 让自己看得更矮一劫 这个不是要罗勤买难手 是不是 所以人家要学聪明一点 要学聪明一点就不会给人家骗钱吧 所以到最后我喜欢这个影片 让大家去深思的那种 就是 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你是真的喜欢球鞋 因为喜欢球鞋的人 不会跑去跟另一个人讲 哎呦 怎么你买这双鞋 不值钱啊 brother 买这双才值 他们应该想 哇 我很喜欢你这个鞋子的搭配 你这样搭的look很好看 哇 很有80年代 那个年代的feel 这个才是文化的交流 而不是去批评别人 像我之前影片提到的 球鞋的文化不应该是在于 炒鞋这方面 应该是在于 这个鞋背后带来的一个意义 比方说Air Jordan 当年怎么样在篮球鞋上面 成功的取代了当时的龙头老大Converse 我觉得这个才是 值得大家去研究的一个历史 所以有时候 当你要去买一双鞋的时候 或者是买一个包的时候 问一下自己 是因为你喜欢了去买 还是让背后的这个hide 去推动你去买这个东西 如果你买了回来 你是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搭配啊 还是你把全部钱都花在 某一个特定的东西上 就是你做每一个传达 你posts at Instagram 过后 你还是同一个look 罢了 Circle post都是同一个look 非常空虚的 又或者说你买回来 只是为了炫耀 就是拍一下那个照片 然后posts上去 有一点存在感 让人家去称赞你 羡慕你等等 第一次ok 第二次ok 第三次 第五次过后 也是很空虚的 因为人家不会对一个东西一直 有同样的一个持续的兴趣 或者持续的惊喜度 就跟你自己对那一双几千块的球 也是一样的 所以到最后 再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真的喜欢的 你看 穿了裤子上去 是high smith 都看不出哦 都是low 那么今天我所讲的一切呢 都不代表任何平台 任何一方 纯粹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它也未必有根据 所以你们喜欢听的话 你们就听 不喜欢听的话 你们大可以不要心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来吃看个吧吃看来 爱上我一只 记得赞我的page follow in-star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在下面跟我一起讨论 好不好 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我们在下一集的Coffee Talk见